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章节来聊一下郑哲表达式它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首先我认为郑哲表达式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工具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面也给大家举到过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例子 郑哲表达式可以很多时候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完成一些制服串内置函数是无法完成的功能 它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善于利用郑哲表达式去解决我们制服串相关的问题 好,那么第二点我要说的是郑哲表达式并不是Python所独有的 几乎所有的语言,主流的语言都是支持这样一个郑哲表达式的 那么我为什么以前讲PHP的时候我没有讲过郑哲表达式 讲小程序的时候更不可能去讲郑哲表达式 那么为什么我在Python里面要花这么长的一个篇幅来讲郑哲表达式 我们有一个少少的一个小事例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原生爬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爬虫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抓取HTML 然后利用郑哲表达式来分析HTML 最终提炼出我们所需要的数据和信息 至于说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很多时候我们的郑哲表达式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好,那么在郑哲表达式的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有一些非常常用的这样的一些郑哲表达式 是可以去使用一些别人已经写好的没有必要我们自己来去编写 好,比如说我们在搜索引擎里面直接搜索常用郑哲表达式 然后我们随便打开一个链接 这里有非常多的,随便打开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几乎包含了我们常见的这样的一些郑哲表达式 比如说像对email地址的匹配,域名的匹配 然后对internet的url的匹配,还有对手机号码的校验等等 身份证号的校验,密码的校验,强度的校验特别多 好,那么这个是我站在一个提高工作效率的角度上面 建议大家去使用别人已经写好的正质表达式 好,那么站在学习的角度上来讲 如果你用了别人已经写好的一个正质表达式 而且别人写好的表达式在你的系统里面运行良好 那么不妨我们稍微多花一些时间分析一下 别人的这个正质表达式是怎么写的 好,那么最后可能很多同学会对正质表达式有 这样的一个印象 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功能强大 但是有时候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不用它之后 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细节的支持点我们全部都忘光了 其实我相信我们很多同学都知道 正质表达式是很强大的 但是我们在自己写代码的过程中 却会有意识的去回避使用正质表达式 反而会过度依赖系统给我们准备好的 这样一些内置的自负串的操作函数 好,那么我说过了 如果你是抱着学习的目的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可以有意识的 多去使用一下这样一个正质表达式 而交少的去使用一下这样的一个系统 所内置的一些自负串函数 这个是帮助我们学习 是帮助我们学习正质表达式的一个途径 但是换句话来说 如果你是在工作效率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 如果一个内置的自负串操作函数 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那么我的一个建议就是 还是去使用Python提供给我们的自负串的内置函数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